画面上可以看到大伙非常猛烈 身上火蛇夹带浓烟不断从三楼窜出 消防队员立刻到达现场涉水扑灭火势 围墙被烧得焦黑 四楼真雨棚遭到高温烧熔 消防队员不敢大意 立刻拉起水线进入屋内灌救 同时救出六名住户 并立刻将他们送一急救 大伙发生在凌晨四点多 新北中和区中校街37巷 移动公寓三楼突然冒出火光 火势迅速向上窜烧 下行不少住户 对着了解火势是从客厅的书桌上 开始燃烧 怀疑是充电器走火念货 第一时间就立刻报警求救 但消防队抵达已全面燃烧 我们来听一下稍早访问 第一时间在我们这边 最好想做十分明显 其中我输占到18分 三年两年直接送到 我们那个小区的民众 所幸警消道场立刻救出受困民众 并发现有六人吸入浓烟货 过度减下导致身体不适 送一口均无大碍 说不判断燃烧面积约10平方公尺 这些情火原因还有待调查理清